主席,各位同仁,各位官員,大家早。我想請我們主委,好嗎? 請,范主委。 蔡委員,你好。 主委好。這個祭司法第10條第50條的修正案,基本上是符合民法跟我們祭司法的規定。 我是沒有任何意見,但是我有一些,在這個祭司,我們很多的祭司,因為有執照,在這個,我們有很多的部門需要祭司,但是有一些被受聘的這部分,跟我們祭司的訓練的部分,以及我們這個,像這種責任的部分,我想請主委, 可以不可以告訴我一下,我們像現在有一些借牌的,這個部分,到底有沒有辦法去解決? 我們最近也有特別為了這個借牌的部分,有開一次會議,研討會議,那這部分,像工程顧問公司跟祭司事務所他們聘用的職業祭司裡面, 我們在這個,我們是透過這個異常管理的部分來加強來做查核啦。 那麼,這個透過一個這種異常,或者是我們走動式的管理,去看工程的時候發現什麼,我們就來加以這個,來督促。 那對於他,比如說他的祭司沒有盡到責任,或者說像品質不好的話,我們就會按照祭司法規定,給必要的一個懲處。 那目前有三千多名的祭司是受聘在營造業,擔任這個專任的工程人員,職務。 那這個祭司是由營造業主管機關內政部來管理,那營造業的地方主管機關是各縣市政府,也持續的來進行相關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,受聘的一個查核。 那麼,如果有違反的話,就是依照營造業法的規定來懲處,來防範這個豬牌的情形。 或許長期的以來,豬牌就有這些問題存在。 我們各部門也在針對這牌的部分,在想要去杜絕。 但是呢,一直以來這個問題沒有尖端過,那是不是我們這邊是我想的辦法? 我跟委員報告啊,其實這豬牌借牌的問題啊,其實根源在於說,那個這個技術服務的費力啊,偏低啊。 偏低,那偏低的原因是他們有些搶標啦。 那搶標的話,他其實他就沒有辦法說貫徹去執行,確保他品質,包括規劃設計的品質,監造的品質等等都是沒有。 所以我們現在說,我們在工程會特別說,希望把這技術服務的那個費力啊,調整百分之十五。 其實即使調整啦,跟國際啊,還是有很大的差距。 但是現在所謂低價搶標的情形非常的嚴重。 這也為什麼我們一上任就講說,技術服務的案件齁,這個牽涉到公共品質是最關鍵的。 設計不好,那照那去發包施工,最後一定就是經不起考驗。 這就是靈慣性的,這是我要問的問題,所以我覺得祭司費齁,應該要適當的調整。 對對對。 因為現在就是因為祭司費太低,所以坦白講也請不起啦。 是。 對不對? 也沒有辦法獨立這個經營,所以他就沒有辦法生活。 就有一部分呢,要去做其他的行業,來這個兼顧啦。 那有一些是集中在少數人手上,那麼他可以病情。 但是呢,有一些人真的是沒辦法,那他就是要去借牌。 營運不足太小了,當然太小了嘛。 所以我現在講的是,第二個,是不是可以透過我們平時在受訓, 或者在有一個幾年內可以做一個檢定,重新檢定。 第三個呢,是不是可以在他的這個簽證的這個數量上呢,來跟他做一個考核。 多少年來沒有就應該要把它撤銷他的這個計時執照。 因為過去啊,我們常常講啊,我們只要一張執照啊,大概一輩子都可以使用啊。 蔡英偉有這麼多的問題存在嘛,很多人專門在考證照的啊。 他就考了,因為他就是什麼都不會就讀書很棒啊。 讀書很棒就是在考執照的啊。 我知道有一個人就考了七張執照啊。 什麼都可以做啊。 這個到時候沒有工作就租牌照嘛。 他租牌照啊,他在家裡這個七個牌照啊,他就輪流時間去點一點啊,都可以收到很多錢啊。 這樣也不合理啊,對不對? 所以是不是可以用,未來是不是在這一段時間呢,可以用一段時間的受訊讓他回來, 受訊有新的這個規定,新的這個作為,或者國際上新的這個規範啊,可以讓他也可以了解齁。 然後對於在他這個職業上可以有所幫助。 第二個呢,也可以淹證他來,這個在這段期間內,他這個到底是不是有能力, 還有來上嗎?有一些歲數大的,根本,或者生病的,他根本不能來,但是還在出牌啊。 這些問題都可以排除嘛,對不對? 是,是。 所以是不是可以透過這個機制呢,來管理? 我想這個維言這種意見非常好啊。 按照基司法第七條,他是四年換造一次。 那我們在研究說,既有機制可以被加強啊。 加強這方面使他的這個,比如說包括受訊的,或者檢定的這個機制這方面, 更,更,這把關更嚴謹一點。 這我們來研究啊,來加強這方面的一個。 應該可以透過四年一次換造的時候呢,可以再做一次檢定。 如果檢定不足的話,再給他一年,或一次或兩次的這個時間。 如果連續三次檢定不及格,那個計師執照就要撤銷。 這樣也才有辦法把一些不適任的這個計師給撤銷掉。 坦白講這個量也真的也多得很快。 多得太快了啦,速度太快了。 所以大家都是阿邁阿國,都是計師啊。 這樣的話,執照又可以租,所以造成很多河上挑水沒水喝啊。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啊,對不對。 那,費用再提高,加上費用再提高的話, 這樣就可以促進我們未來的計師,能夠真正的有他的功能存在嘛。 我們現在就是從根本做起,一方面我們跟要求這些計師,顧問公司,還有這個建築師喔。 他去做這個技術服務案的,不要低價強標。 那按照現在費率,其實最高可以達到百分之九左右。 但是根據統計喔,他其實實際的決標的部分喔,他比例只有百分之四點多,不到百分之五啊。 所以這部分我們是一方面做這一方面, 一方面我們也要求說,我們的這個所有機關,在要零選這些技術服務案件的時候喔, 不要用最低交標,最低價標的一個機制來決標。 希望你最有利於標來選,就是說按照這合理的技術服務,應該要多少錢,你預算多少,你就在零選最好的廠商來, 那慢慢我們就可以把那不好的就把它淘汰掉了,這樣可以整個使我們品質提升。 這樣當然就有辦法去解決這些問題啦,可以說是長眼的乘客啊。 另外還有一件事啊,如果按照他的職業量,用報稅的資料就有啦,用職業量,你不覺得很多技師啊,就有很多收入。 但是多數的技師幾乎沒有收入。那這些問題。 我跟您報,我們現在標案系統裡面喔,已經要求填報。 比如你這個案子一決標的話,你你技師是什麼技師都要理的。 所以我們現在管制這個樣啦,我們也去查出來,像今年度喔,有些他一個技師事務所,或者他承擔多少案件。 那你如果說你的,以你的這個專業的技師的人力,有沒有成比例,那部分我們就去關切。 不好的話,我們就去查核,我們已經有針對這個執行的能量這部分喔,已經有開始進行這方面的管控。 我們可以從這裡去設限啊,所以如果說你常年只有一個牌照,常年有執照,沒有營業,沒有業務的話,這些是不是我們應該去做考量。 阿不是拿了一張執照隨時等著人家來借牌,隨時等著人家來,沒有關係,我第一點就可以,就租給你啦。 這一個部分呢,我想可以把我們的技師法給正常化了。 是,這一點很好啊,我們現在在我們的網頁裡面,就是我們在技師級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資訊管理系統裡面,公開啦,公開可以查閱。 所以,我們一方面我們再去監督,一方面也接受社會各界的監督。 主委,你有沒有去瞭解,有這個三千多位裡面有多少位沒有業務量的? 這部分的話,我要查一下喔,去數據,我會後查給你好不好? 絕大多數的,不是絕大多數,是大多數的人的業務量不足以支撐他的生活。 也就是沒有什麼業務量啦,多數的人沒有業務量。 這個是真的是畸形的發展。 我跟委員報告,因為過去在前政府執政的期間,他那個工程量,這預算只有三千六百多億,三千七百多億啊。 所以喔,原來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有一萬家出頭,現在減到八百家。 但是現在我們工程量增加了,加強這種投資喔,現在這個比較有案件可以做啦。 那我們是進一步能夠提升水準,將來能夠說進軍國際。 對技師的部分,我也希望我們公共工程委員會啊,能夠提出這些有效的改善辦法。 讓我們的技師能夠正常化好不好。 好,謝謝蔡委員的指教。 謝謝我們。